注意看 这应该是何炯最尴尬的一次 当黄磊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只见旁边的何炯一脸尴尬 因为这些小鲜肉都是他的朋友 此事一出 何炯这种部分对象提拔新人的做法 直接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称他只在乎明星 却不在乎观众 甚至还总是见缝插针的为新人做宣传 一时间让何炯老好人的人设直接变成了烂好人 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何炯这种讨好型的人格 因为对谁都好也就意味着对谁都不好 但对他自己而言 他却不这样认为 有的时候你觉得讨好好像是一个贬义 就觉得我低于你我才讨好 但其实只有自信的人才敢去讨好别人 我不但可以弄好我自己 我还可以让你开心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不辛苦的 我也没为难自己 我自己很习惯甚至很享受这样 他曾一天之内分别给六个不同的朋友发去了祝福 细心程度可见一般 一天给六个朋友发了生日祝福的微博 甚至为了照顾朋友的情绪 他还多次赔哭 对于赔哭或许很多人都感到无法理解 甚至会觉得根本没有必要 但对于那些正处于低谷的当事人来说 或许这就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暖 其实早在喝酒的自传里就曾提到过 他从小就不善人际关系 因此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去待人处事 而他也曾在某节目中说过 如果能让对方感觉自己像家人一样 就会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 我觉得其实你当老师当成让别人觉得 你像他家人一种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和成就感